天地根它既是指的宇宙中间的 那个无穷无际的 不可思议的一种生育万物的能力 也是指我们人的这种生育能力 也是指母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孝道 我们老是要歌颂谁呀 歌颂伟大的母亲 歌颂父亲的时候就少 唱的歌曲啊 这些好多对母亲的歌颂特别多 就是因为它与这个天地之根 与玄聘之门 它有某种缩小版的这个意义在那里 这叫什么呢 这就是最重要的修为方法 叫做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 见看见了见 我们首先要看见天地 修行人他是怎么来修行的呢 易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叫圆取乌物 敬取诸生 圆取诸父在干什么 见天地 看见了天地 看见了天地 我们就深深地进入了思维之中 我们去思考 天地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天地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 是东升的太阳 西降的太阳 然后就是晚上的愿 那么我们就会去在修行之中去效法他们 那么我们做义工就不会偷懒 我们早上醒了之后就像出生的太阳 我们就要思考 我们今天应该做义工 帮助可以帮助到的人 就是见了天地了 我们看到了太阳 我们就想到了自己 也应该这样发光发热 照亮这个世界 我们所到之处 人变得更善 那也是更善 他就会散发出善良的光芒 当他老的时候我们称为 慈祥的老奶奶 为什么是慈祥的老奶奶呢 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很美的 所以说这个美不是说天生的那个外表的比例 而是指他内在的慈悲所散发出的能量与磁场 他就影响了我们 这就是见到了天地 大地养育了我们 万事万物对我们人类有无穷的作用 包括植物 包括这些农作物都养育了我们